客聞者行程滿檔 除了陪長者吃團圓飯 他也說 晚上會回到新竹陪爸媽吃飯 我一天不上班 大概不會怎麼樣 你們一天不上班 台北市就完了 沒了清潔隊 台北就完蛋 除夕一大早 客聞者笑容滿面 趕來未落清潔隊員 一整天行程滿檔嗡嗡嗡 乾淨 油賴五千 等一下還有警察局 還有醫院 對啊 還有消防局 醫院會不會約夫人一起去 剛好是他上班很緊張 那就離你們家走路就到了 不用吧 我去就好了 一一慰勞清潔隊 消防隊 警察局 就連老婆陳沛琪的聯合醫院 也不露 兩人會不會一同現身 先賣關子 手上紅包 一包接一包的給 清潔隊員開心 全寫在臉上 不過被問到 柯爸 柯媽有沒有份 我通常回去還可以點紅包 可是今年都當市長 也會不會改遍一下 不會 我爸爸說他也在賺錢 所以會給我 回家沒帶伴手禮 又沒給紅包 不過至於小孩 總該有吧 沒有 很少很少 在發什麼紅包給別人 他們也沒有缺錢 不太需要 邏輯簡單 答案更簡短 大家好奇醫生跟市長的除夕業 到底有多不一樣 差不多吧 反正其實 對我們以前 以前春節對我們來講只是 有時間做自己的事情 以前我在台大院的時候 大部分我只有除夕回新竹 除夕回到台北 再來大部分值班都是我在值的 幫忙值班的 除夕這一天從待急診室 變成北市跑透透 吃團圓飯前 柯市長通通都要走一遭 一一味道 讓大家戰戰喜氣 原TV林委屈劉軒台北報導